好 剛剛我們提到區域風險提高 所以中國大陸一直都在買黃金 請教子媳 如果說現在全球通膨 要抗通膨的話 是不是也很適合買黃金 好 我們現在來講一點投資上面 不要弄嚴肅的話題 以台灣來說 其實像以華人 我們都還蠻喜歡投資黃金的 那很多爸媽媽都會幫小朋友 來買這個黃金存折 那開黃金存折也很簡單 就到銀行去開一個戶頭 只是那個是買黃金用的 它的好處就是平常 你沒有要用到黃金的時候 它就是在你的帳上 在你的戶頭上 但如果今天你想要拿到實體黃金的話 你到銀行去 它也是會把你黃金存折裡頭的黃金 給你兌換成實體 好 那另外在這兩個 是比較屬於在金融 就是證券上面的 一般我們會買的是 黃金的相關的ETF 那它的好處就是 買賣還蠻方便的 你只要在台股有開盤的時段 你就去掛 你就可以買黃金的ETF 那期貨算是在金融市場 裡面比較高階點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是 它跟黃金ETF相比 它是多空都可以做 因為以你ETF來說 你沒有辦法做空 但是如果今天你實際上去做 黃金期貨的時候 你就變成是一個多空的角度 都能夠做 那再來就是 你也可以去實際買那個金條 有時候人家說 阿嬤床底下有很多的金條 對 就實際的黃金 那之前Costco不是也有 賣一整個金條 好像十萬多塊 現金你去買 就可以拿黃金金條 那這個也就是目前在台灣 如果今天觀眾朋友 真的有想要來投資黃金的話 有一個四大管道 可是講到底要投資黃金 有兩大特性 大家一定要知道 首先我們剛剛講 黃金的確能夠抗通膨 也就是說當這個通膨很高的時候 因為它能夠定價 所以它有抗通膨的好處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是 黃金是沒有利息的 對 對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所以你譬如說 像現在這種升息的環境 如果當美國它的公內殖利率 都會有個3%以上的時候 沒有利息的黃金 其實它是弱勢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近期的黃金價格 會走低 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當美國它這種激進的升息